欣妮 各位前輩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這一節的主講者 張樹華 那個 因為分得很散 可能這樣做會比較舒服 不過我的眼睛就會飄來飄去 我想要問一下 那大專夏令營的同學是哪幾位 所以其實也有年紀 就不一樣的 我可不可以依照慣例 因為我上次第一屆的時候 我有去問一下 就是大家可不可以簡單的自我介紹 然後跟我說你們是怎麼樣來的 可以嗎 那我等一下也簡單的自我介紹 可以往前坐嗎 OK 我記得好像是 蔡英文跟馬英九 在三四個月前 為了初選 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到那個大學 大專院上去演講 為了到底要站起來還是要坐下去 那個聽講還要拍手 就也起了一個紛爭 不想 因為有椅子坐我們就坐著上課 那我呢 累了我就坐著 如果為了要讓大家看到我就站起來 這樣好不好 好我們從 就這樣過來就好了 從這邊開始 你的麥克風 那好像要錄音耶 他有要錄音 你現在說的 我的全世界都聽得到 我來自台中 太平區 我現皇民國祥 這間朋友介紹 來此參加訓練 謝謝 謝謝 就是因為這也是我第二次 面對大專的詐令 所以我們那個問題 我再重述一次 就是你叫什麼名字 你怎麼來的 可不可以用一點 花一點精神 讓大家把那個名字 因為我覺得名字都念得很快 而且我有兩過期後都記不起來 對 其實不用怕佔時間 我們希望的是真正的幸福口福 不是來上一堂課 如果那堂課上完了以後 大家腦筋裡面都沒有印象 其實這個是最暫時間的事 所以剛剛這是太平的朋友 你名字又說一次 你黃國祥 有沒有什麼期望呢 好那我們第二位 我叫黃慈惠 住在台北 是我爸叫我來的 黃國祥的女兒 不是耶 對 那你現在還在念書嗎 我現在大二要升大三 是齁 來 今天已經是最後一天了對不對 對 有沒有什麼期望或是感受 期望 對這個課程 還在適應當中 其實我們也沒有了解多少 就是評斷這件事情 就是不太合一 就是還要再消化一下 對 就是還不是能夠很能夠接納 是不是 沒有啊 很可以接納 很可以接納 一些資訊還要經過思考 好 OK 所以你有沒有希望 你現在是聽到很多資訊 然後你覺得你可以接受 你有沒有期待 自己的 對啊 對自己有沒有期待 或是對台灣有沒有期待 或是對這個課有沒有期待 其實我覺得就是不要受限 就是盡己所能去做 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嗯 好 OK 下一位 大家好 老師你好 我叫做郭希安 我自己是讀台大哲學系畢業 然後後來就是當兵 現在退伍這樣 然後暑假就正好來參加這個 那也是我爸爸就是先參與台灣民政府的一些活動 然後他自己有認識 就是在家裡面跟我常常跟我宣導這樣 所以我其實蠻能認同他講的東西跟做法 那也希望藉由這次來參加這個下令 你可以更多的認識 這樣 OK 那個是我的學弟 我是台大哲學系畢業的 謝謝你好 好第三位 不是第四位 老師你好 我來自太平 台中的太平區 你是黃太太 不是 不是 我是那個黃景榮介紹來的 OK 叫什麼名字 我姓劉名叫銀 銀 銀 銀是很多銀子可以花的銀 陳銀杰那個銀 陳銀杰銀 對 OK 你有什麼基態嗎 我希望這條路可以 走得通 走得出去 對 全世界都都知道 知道什麼 知道台灣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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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台灣人不是好惹的 好 我們接下來我們這邊 謝謝 大家好 我叫盧美玲 然後我來自台中市東區 然後我已經畢業很多年 你是台東喔 台中市東區 台中市東區 所以你們台中的一棟就對了 對 然後我是我阿姨 帶我過來的 OK 有什麼期待嗎 有什麼期待 我希望更多年輕人加入我們的團隊 真的為什麼 因為 長輩們說就是要傳承下去這樣子 長輩說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來了兩三天 會 滿贊成這個理念的 滿贊成這個理念 為什麼 你也是跟那個盧小姐一樣 要全世界都知道台灣人不是好惹的 沒有 沒有 那是我說的 好 我們坐下來 還有 這位是小朋友嗎 我覺得你特別年輕 一直鑽來鑽去 來 快點 人家說英雄出少年 讓我看一下 為什麼要講 奇怪 我覺得台灣人有一個現象 講到自己的時候 就全身這樣扭來扭去 然後一直想要找一個地方 鑽進去 為什麼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來 請自我介紹 我叫曾君成 是 你是你爸爸還是你媽媽 還是你哥哥帶你來的 我爸爸帶我來的 你爸帶你來的 你爸坐後面嗎 所以有點壓力 再來 你有沒有什麼期待 沒有啦 還有一句 期待你上課的時候 爸爸不要坐旁邊 期待什麼 進程講一下 聽得懂嗎 上課聽得懂嗎 都還可以 都還可以喔 有沒有希望 還在掙扎 希望趕快結束 怎麼樣 總是有希望啊 你坐下來 你的心情是什麼 你不喜歡別人注意你對不對 可是你拖的時間越久 別人就看你越久 所以趕快講吧 原來你們昨天講過一次 那你心裡在想說 為什麼昨天講一次 今天還要講一次 是 你現在是國中嗎 我是要生六年級 我生六年級喔 所以你看你長得很高大又很帥 我以為你已經國中 要升高中了 才要生小學六年級喔 所以這個課對你來講太困難了啦 你聽得懂的是什麼 跟我講就好了 比較有印象的 唱歌 因為爸爸唱很多次給你聽 唱的時候小時候大部分都聽得懂 大部分都聽得懂 大部分都聽得懂 好你是 那個高智商的 我們對你有很大的期待 你對我們沒有期待沒關係 我對你有期待 等一下再讓你講 我們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張凱玉 是哥哥 不是 我還有表哥 表哥 我是 我舅舅 舅舅 介紹我來的 我是來自彰化的 喔你跟我同鄉 嗯 那你畢業了嗎 我 國中畢業要升高中 你國中畢業升高中 對 我聽到人家說 誰要叫你重宅 會不會對你太難了 不會 不會 所以 滿有趣的 為什麼 你覺得比較有趣的是什麼 台灣 台灣大概只有這條路可以走的 未來的 好沉重喔 我其實不喜歡你這樣講 我等一下再 再給 你還有沒有什麼話要說的 沒有 好 我不喜歡你這樣說 我等一下要講我為什麼不喜歡 我是張凱玉的舅媽 其實我對這個孩子很了解 他沒有講完 那個老師沒有給他充分的時間 好我們等一下 他其實平常表現 就是 真的是 很用耶 他從小 我覺得應該讓他自己講 他說他從小的時候 他就看那個運動比賽 他說我們台灣都給他祈福 對啊 他說他從小的時候 他就覺得台灣實在是不應該這樣 他從小的時候就有那種意識 所以說今天來到這裡 不是說我們來 不是說舅舅待會兒 他自己也就想要來 這樣 OK好 我記得另外一首 講唱張燕子的燕淑女的淑 好 謝謝 燕淑 這是周長 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是聖地人 我是 希望說 我們這條路 不管它成功與否 只要我們一直堅持下去 我相信成功一定會到 OK 謝謝 那個我剛剛為什麼把真同學打斷 我是覺得 小學生國中 國中或生高中 如果是在一個正常的國家正常的地方 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不需要思考這麼委屈 還有這麼沉重的議題 我是覺得說 它的存在 讓我們真的幾乎要落淚 為什麼 到底我們這個國家怎麼了 我們這個地方怎麼了 我們的爸爸媽媽怎麼了 還有我們的爺爺奶奶怎麼了 可是 這個怎麼了又很錯亂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看我們去奧林匹亞 每次公布出來 世界的 數學科學競賽 台灣怎麼樣 好多第一名對不對 好多金牌 好多銀牌 就 我根本很錢啊 每次一塊錢啊 為什麼都只有一分鐘的報導吧 就沒有了 然後我們是不是繼續要委屈 那最近讓我們覺得 最恥辱的是什麼 長期以來 覺得做台灣人 都有種淡淡的悲哀 有時候是很深刻的悲哀 為什麼會變成淡淡的悲哀呢 因為 你每一天都有很深刻的悲哀 你就活不下去啊 飯要怎麼吃 對吧 那為什麼 以前我們都 覺得說 奇怪 為什麼外國人 這麼不講理 是不是 都要欺負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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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最近發現 好像不太對 昨天嘛 前天 有一件又讓我們很生氣的事 是什麼 那個 跆拳道 楊淑君 天天 讓我們很生氣的是 哇 是什麼烏龍啊 第一個提委會的副主委 去年 他叫我們怎麼樣 吞下去 不是覺得事實只有一個嗎 到底他有沒有作弊 有作弊就盜竊 沒有作弊還我們清白 什麼叫做吞下去 吞下去 吞下去是誰講的 我們提委會的官員 你叫我們吞下去 你自己吞下去就好 你就 你搬來做啊 你不知道 你就不懂 為什麼你代表我們國家 然後你講那句話 好 那昨天 昨天又有一個副主委 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在搞民粹 他說如果不是我們搞民粹的話 這件事情早就有更好的解決了 帶給我們恥辱感的是誰 我覺得是官員 可是我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種官員 他可以當官啊 然後我們感覺到更悲哀的是 台灣的社會 好像 好像有一批人喔 而且很大的一批人 他們就覺得 這樣說是對的 還不是一面倒咧 怎麼可能 民粹 我在想 我們把這個議題 有時候我們不要太自卑 人家說我們民粹我們就民粹 我們把這件事情 我們往內看 然後我們往外看 往內看就是 欸 小時候 我是女生喔 可是我也是很慘 有時候那個 生路對齊啊 就是 我們要放學回家的時候 都有拿那個路對齊 那個有那個男生很討厭 你知道嗎 都做得把你創的 那個 一隻就這樣給他射過去 有一次給他射到頭 你知道嗎 你看 馬上發生什麼事 那個爸媽媽媽我還沒到家 爸媽媽已經衝到我家去了 要理論了 對吧 為什麼 我家的小孩子被你們弄受傷了 怎麼可以不講 怎麼可以不出面 那到底是 到底是要罰貴要打 還是要和解再說對不對 可是怎麼可以不出面 我們又不是孤兒 有時候 有時候 比較早前的爸爸媽媽 我講台語 聽得懂嗎 聽不懂的請舉手 都可以 就是 有的爸媽媽他就比較會做人情 他就先道歉對不起 有的爸媽媽媽不是啊 先為自己的小孩對不對 就是 有的先道歉 有的就是先揍自己的小孩給人家看 有的是 就是 就先打再說 跟對方先打了一圈再說 可是 總是爸爸媽媽 我講的就是說 總是爸爸媽媽 我們是有人的啊 這一個最小的家庭 我們是有人的 好吧 就算我們送到孤兒院吧 我們也是孤兒院的 怎麼可以說家長不處理呢 怎麼會是我們一個人孤零零的 要去面對這樣所有的事呢 然後我們自己要面對 我們到底是對還是錯 哪有這麼多的對跟錯 有時候 他就是一個 力量的競技場 真的是先打再講啊 還是先講再講啊 有人做主啊 一個國家也一樣吧 我們 我想要講一下 1996年 所以是 15年前了 那是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我 我因為要去TNT當台長 我知道那是一個很累的工作 所以我就跟那個老闆說 我想要去族族族族 我先去自助旅行 然後回來以後 再接這個工作 去歐洲 那就一個女生耶 其實還滿勇敢的 那有一段插曲就是 我從東德 我從東德 扛著行李 然後要過捷克的時候 我那一次其實是滿幸運的 我遇到一個美國的上位 就 就這樣 我問他是不是看著我 就是明白著 我等一下會出事啊 他給我一張紙條 然後寫了一些東西 我也沒看著我 就放進去 我以為搭散 所以就沒有注意 我把它夾在那個護照裡面 然後我坐的是臥鋪 幾個小時以後 開始 就是 說要停車啦 要檢查 咳咳咳咳咳咳 欸我 我沒有這樣的經驗啊 停車檢查什麼東西 我就開始問我們 他旁邊的 歐洲的那一些 也是年輕人 我說 現在在幹什麼 他說要檢查Visa 要檢查一些證件 我說那你們呢 因為我看他沒有在翻啊 他說我們是歐洲人 不用 我們就是 有一個Passport就好了 我就說 喔 那我就說 那我就想 欸 他不用 我會不會也不用 要上來以後 我還很緊張 我隱形眼睛 因為 冬天喔 那個裡面有暖氣 我一緊張 隱形眼睛掉下來 真的欸 上來幹嘛欸 欸 我記得那時候是不是還有槍啊 東德那個時候是不是 就 然後 要給我要那個 就是簽證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半歐洲有一個 就是同意交給那個 那他還要特別要一些東西 我沒有 他不讓我走 我們在那邊停了半個小時 我自己以為我要被壓下去 在那段期間我就問旁邊的 那個同伴說 欸 要怎麼辦 那不是同伴啦 就是就一起坐在那個 他告訴我說 你趕快去找你們的大使館啊 我一聽到大使館眼淚真的要流下來 因為 在我從小到大的教育裡面 我就很少被教育到什麼大使館啊 大使館是什麼 我在想 喔 可能是文化辦事處吧 那怎麼辦 結果搞了半天 搞了半個小時 車子真的停了半個小時 你知道嗎 我想說 我這聲音要去啊 結果沒想到 因為他跟我爭啦 他真說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所以我必須要 教更多的 檢查的那個 因為怕我逃跑 包括是身體檢查啦 或是我的薪資啦什麼的 我就不是啊 我看台灣啊 什麼什麼什麼 China 他說不是啊 啊不然你是什麼Republica of China 你是Republica of China 你不是Chinese 我跟你說 他們回答不出來 結果後來我沒事了 原來 就是那一張 我說那個美國尚未夾的那一張紙條 那張紙條要這樣寫 他說他是我的朋友 如果有任何事的話 我住在哪裡 我住在德國的境內 你們可以打電話給我 就確認 我就覺得 哇好怪喔 一個朋友 喔 根本就是在路上也不認識的 他好像就是知道 你們台灣人很可能的啦 你會出事啦 所以他預先就先幫你了 那我的確沒有他幫忙的話 我想我會很慘 我趕快下車了以後 第一件事情就是 去打電話給捷克的那個 什麼經濟文化辦事處 趕快打啊 我想說 他們有那個什麼 大使館我也要有啊 我想說只是名字而已吧 我打過去了以後 我說 我說我是 那個 就是 旅遊嘛 自助旅行 我說喔小姐那祝你 旅途愉快 我說不是旅途愉快啦 我現在是旅途不愉快 我現在是需要幫忙 不然等一下我在路上又被攔起來怎麼辦 他說小姐那我再送你四個字 自求多福 我說什麼自求多福 我從 台灣來你也至少看我一下吧 什麼自求多福 他說 他說不是啊因為我們自己在這邊我們也是常常被人家攔下來檢查 所以 不是自求多福不然要怎麼辦 那我就覺得說 我就開始回想 當然這件事情有時候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就是說 我們自己 還好耶 我們不是最壞的 各位知道嗎也是兩三年前 我們去那個德國是慕尼黑嗎還是哪裡 我不太記得了 因為今天是有點隨性的講 就是 餐展嘛 我們的那個什麼有時候是 科學展啊什麼展之類的 經常怎麼樣 一個沒討好啊一個沒有討好 那個是整排留下來脫褲子檢查的呢 我覺得 我還沒有被脫褲子 我也還沒有被塞肛門 看看你的肛門裡面有沒有 帶什麼 帶毒品 可是我要跟各位講 你們不要以為每一個人通關的時候都要接受這種待遇的 沒有這回事 有人走過去就走過去的 為什麼 因為他是 他的後面有眼睛啦 不是他爸爸媽媽 是他從哪一個國家來的 我最近也在想 我們說 做台灣人有一種淡淡的悲哀 與其這樣講還不如說做台灣人其實有很多的錯亂 我們走出去 有的人住台中嘛 有人住台北 那車子一下子就大了 好方便喔 高鐵 然後再來呢 當然 我們也覺得說我們的市容可以更好 可是你到台中去看台中的街道 每條都這麼大條 哪裡在輸人家 我們到台北去看 台北當然他的發展因為他的很多奇數不太一樣 可是 我們看到那麼多的高樓那麼多的大廈 那麼多的中心 我們會好錯亂喔我們到底哪裡輸人家 好我們再回過頭來講 我想這幾天 這邊的營隊應該跟我們說了 我們台灣要找出入的方法 但是我是覺得要講這些方法之前 我們一定要蒙心自問 摸自己 的良心 或是摸自己的心 說 我們到底有沒有要找出入 我們到底是在賣鬆心啊 我們到底有沒有委屈 我們的委屈是什麼 然後 有人要送我們一個國家 不管這個國家是不是要經過30年的自治 不管啦 問題是這個是不是我們要的路啦 還是我們又像在 填大學聯考或是什麼機車一樣 喔100多個自願 不知道要怎麼聽 就用 就 參考去年的 去年看看落點落在哪裡我們就跟著落在哪裡 不是啊 就是說 那個 那個為什麼每一次自我介紹的時候 大家就會這樣一直扭扭捏捏然後講不出來 喔不要講不要看我不要 趕快過去為什麼 我也要問各位 這是正常的嗎 這才不正常 這麼小的 孩子 應該是 我要講我要講我要講然後就麥克風就搶過來 唱歌給你聽也好 為什麼要那麼在意說我講得好好不好 哎唷爸爸在看我媽媽在看我外面大人在看我 我到底講的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我們需要去在乎別人的眼光 這是小孩子應該做的嗎 這是小孩子應該去背的責任嗎 我不覺得是 其實 我們都做過小孩子我們也都變成大人 現在的大人也好不到哪裡去啊 也是要再看 還怕 我們等一下是在怕什麼 我們等一下是在看什麼 那我再問一次 國家到底是我們要不要走的路 要還是不要 要問什麼 我覺得 有一句話我們要很坦白的問出來 以前我們都問說 不要問國家為我們做什麼 我們要問的是 我們能夠為國家做什麼 這是什麼 屁話 有什麼 不能問國家為我們做什麼 只問我們為國家做什麼 那我們能為國家做什麼 我們是不是都已經做了 有啊 有啊 這個守規則啊 大家走路 靠右邊啊 繳稅啊 還有什麼 有一些是我們的權利啦 譬如說上學 那當然男生去當兵這是義務 那還有什麼 我們還要做什麼 我們還要為國家做什麼 拋頭顱撒熱血是不是 那那個就像現在的日本嘛 一個錯誤的決定在前面 跟大家說 我這核能就安全了 我們日本的技術有夠好 所以世界安全了 到時候出事了 然後你看那個東京電力的董事長怎麼樣躲起來 然後呢 要派什麼50個 誰啊去 到那邊是我們趕死隊 這些人是該趕死了嗎 死也死比較有意義 你政府隨便做決定 我要去打仗我要去幹嘛 我去做不行的事情 然後 好啊人民你要為我拋頭顱撒熱血那是什麼心情 那是軍藥成死 什麼 成不可不死 是不是 這是什麼 欸 什麼 什麼上天以 以庶民為草戒 你知道這句話你聽得有嗎 就是說我們像草一樣 像草基一樣 所以我們死了 我們走這樣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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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嗎 不是嘛我們現在哪裡是在這個時代 我們現在是回過頭去問因為 大家說的嘛 有國家就是因為沒有國家比較壞有國家比較好 所以我不知道要有國家 然後我們也上了很多的課 我們也經過了歐洲 很多思想的洗禮 就是說 我們是簽契約嘛 爸爸媽媽是我們沒辦法算的把我們生下來 所以 大多數的爸爸媽媽 是有種天性 真的就是 養育你長大 看著你傳承 但是 國家的總統跟我有沒有什麼 血緣關係呀 我怎麼要聽他的 是他聽我的吧 那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分為兩個層次 一個是國家 一個是政府 我們當然希望有好的政府 但是我還是 覺得大家還是要回答 國家 國家到底 應該為人民做什麼 我自己在那一篇 其實 今天給各位的那一篇 他不是講義啦 是我最近在寫的 日記 那那個我等一下再說 其中有一小段 我也是提到 我覺得國家應該為人民做什麼 他應該提供的是什麼 安全 是不是 自由 還有呢 發展 照顧 平等 還有要還有嗎 我想應該要還有 要量看看 這個國家 我們個人沒辦法的 但是這個國家給我們 是什麼 不論國家要照顧我們 照顧誰 有很多很弱勢的人 不是他沒辦法吃頭路 他沒辦法吃頭路 他也很想工作 可是他如果沒有 受一個比較好的教育 他沒有辦法工作的 譬如說有一些殘障人士 還有老人 應不應該提供照顧 要 應不應該提供安全 不然警察是做什麼的 難道警察就是 每次都是 那個跟 攤販要錢的嗎 他給我們自由啊 自由包括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們要去哪裡 不會這樣清清菜菜 會怕 發展的可能性 還有平等 我覺得平等很重要 有的人 他含著金糖尺出身 富可敵國呢 王永慶的兒子 或孫子 可能不要國家沒有關係啊 或是他可以選擇國家 但是大多數的人 都怎麼樣 我們沒辦法 可是我們會不會因為 今天我們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三個位子一排 結果有錢人 他就坐兩個位子 或是有錢人就坐前面三排 沒有錢人就好像到音樂會去看 那個 音樂表演一樣 因為你的錢比較少 所以你就坐後面 有這回事嗎 沒有 有說 因為 你有錢 所以你當小偷 你不用 你如果是沒有錢 當小偷又是怎麼樣 不行 這是國家他應該給我們的 國家 所謂的這種安全發展 平等 還不只是 對國內的人 對他可以統治的這些人 還有他代表 我們出去的時候 我要問一句話 今天 大家很常去中國做生意 中國人 在中國 旁邊的那種健康 那種地方 各位我問你們一件事 舉手 不然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回應 在第一年回答我 台灣人 到中國去做生意 跟美國人 去 中國做生意 我們知道台灣人常常會 無故失蹤 就沒了 然後被關起來 關了很久 然後因為 什麼 過去還因為說你沒有繳稅 沒有繳稅被判死刑 可是 就在20年前 中國是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 就沒有人去投資嘛 那時候就六四天安門的事件 所以你只要去 台灣人很喜歡看那個什麼 紅水工廠 喜歡看風水 他就告訴你 你要像這邊 像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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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那結果 一群人 蓋的那個工廠 就有人向東南邊 有人向西北邊 那個防火線啊 那個自然而然 就怎麼樣 不守規則 不管你喔 20年後 突然來一個說要安檢 要衛生檢查 只有一個檢查不合格你就要關廠 你死啊你 原來他就是在等你20年 我要問一件事 大家覺得會遇到這種莫名其妙的事件 一樣在中國 台灣人比較多還是美國人比較多 認為台灣人比較多的請舉手 弟弟看別人 認為美國人比較多的請舉手 沒有啊 為什麼 弟弟你告訴我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猜看看吧 為什麼 美國 中國人比較不敢得罪美國人 為什麼 哎呀 什麼 他們的武力比較強 簡單說就是他們 比較強啊 就是他們是美國人啊 所以國家重不重要 我再舉一個例子好不好 我們這幾年來 差不多這10年來 台灣的社會 幾乎有一大群人 在幫我們維持最底層的工作 然後也 相對的維持社會的穩定 是誰 外勞 我覺得台灣人其實也是還蠻低劣的民族 我們遇到比較強的我們要吞下去 我們遇到比我們弱的我們常常就會欺負人家 那我自己常常靜靜的想 從印尼 從越南 從菲律賓出來的外勞 在他們的國家你知道可以過減水喔 每一個人其實都是他們國家裡面比較厲害的 比較勇敢的 EQ比較高的 比較強的 他到我們台灣的什麼地方 我們不敢說喔 你到的都是有錢人沒有錢人的家庭 不過 你一定是去照顧那個最弱勢的 有的因為 娶婆有沒有 因為不想要付那麼多 那個 外勞的 薪水 所以乾脆用取的 那個投身下去的都是最弱勢的家庭 我要問一件事 為什麼是印尼來我們做印勞 不是台灣去印尼做抬勞 國家啦 國家的發展 這個國家叫做落後的國家啦 要怎麼樣 國家有重要嗎 現在大家都在說啊 這個講的可能對 小朋友就會比較難 現在一個國家一個國家 因為景氣 不好嘛 所以 我們常常會有怎麼樣 我說 國家跟國家要談判喔 要協商喔 我看你高興的話 我就這個可以給你免稅喔 我這個可以給你免簽證喔 我不高興的話 美國牛肉 傳這個機會 實在都是給你退退回去喔 像我們前陣子不是有什麼塑化劑的事件 各位 塑化劑的事件也有國家的角力耶 其實中國塑化劑比我們更多 可是大家就是等著 台灣先好看 怎麼樣好看 借一個機會 反正他就是給你製裁啊 他高興就可以製裁半年製裁一年製裁三年 那是誰啊 誰可以做這種製裁 你本來在做農產品 你本來在鎖底鎖得好好的你知道嗎 突然一個口蹄液一支 全台灣一支口蹄液 一支豬啦 得了口蹄液 我們可能因為這樣3年4年5年6年 全台灣的豬沒有辦法出去 都沒有辦法外銷 各位 你們覺得 這個裏面 難道只有 口蹄液很危險這件事嗎 當然不是啊 當然是國家嘛 你知道那個美國牛肉有多可惡嗎 美國發生 狂牛症 所以美國的牛肉要銷到台灣來 一直 一直說 我們不可以一直給他擋 可是各位你們知不知道 台灣 銷到美國去 他到現在還沒開放 所以這是什麼平等 這是什麼對等 我們的狂牛症 疑似狂牛症是從美國那邊得來的 美國這樣一直說 他們的牛一定要銷過來 因為很安全 我們的牛不能再回銷回去 有對等嗎 我現在不是在講美國的好話或是日本的好話或是誰的好話或壞話 不是 我要講的就是說 人類 因為我們 沒有辦法赤身露體 所以我們只好穿衣服 我們只好穿鞋子 因為我們比別人沒有長很多的毛 沒有很多動物長很多毛 我們很弱 所以我們只好有群體 我們只好形成家庭 社會組織 甚至我們覺得因為要有一個公權力 所以我們要有國家 這個部分是多麼理所當然的事情 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都還有這麼多的台灣的知識分子 告訴我們說 台灣要一個國家台灣要獨立建國 是什麼 是一小丑人在造反的事 我還沒到沒面子 各位我覺得我們回過頭還是要再問一件事 有的人說 高中你要考哪裡 我說要考白衣錄 我說要考建中 台下要考台台 我們都不要管對還不對 我要說的就是 你要考你沒有辦法你就去啊 那你 考得上考不上 那是一回事 可是一樣給你參加聯考嘛 不會因為說你看起來考不上 所以我就不讓你參加聯考 有這種事情嗎 沒有啦 一樣的 我們要獨立建國 我們如果覺得我們說好 我們要愛 我們就是要愛啊 會不會因為說我這件事情很困難 所以他就變成不對 沒有資格 全世界都可以就只有你台灣不可以為什麼不知道 然後我們就怎麼樣吞下去 我覺得 在緊急的時候 面對媒體你知道嗎 像我現在講話跟他做外公 其實不是 那個媒體有幾個美光燈這樣照下來的時候 光光滴滴吐吐吐 講什麼 很明快的可以講說吞下去 各位 在他的腦子裡面他賺了30年40年50年 你要什麼 他遇到每一件事情就是吞下去 吞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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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個緊急事件出來以後面對媒體怎麼辦 我會講吞下去 在他的頭腦裡面也是繞了4050年 明粹明粹明粹的事 所以就明粹 可是各位我們還要再問一件事 我們來看社會 什麼樣的人 他喜歡改變現狀 什麼樣的人 他比較不喜歡改變現狀 其實很好笑喔 一個家庭裡面也是 比較會說 我們來做什麼 我們來怎樣 爸這不好 我們來怎樣的 跟 很辛苦的去維持那個家庭秩序的 其實 誰比較希望改變 比較喜歡改變的 他們都是 不願意的人 不願意的人 是說 在這個制度下面 他是叫做什麼人 不是既得利益者 如果是既得利益者 他要怎麼樣 我不要改變 所以 台獨與否 建國與否 那不是台獨對不對 不是建國對不對的問題 那是什麼的問題 那是有人 就是說 台獨了 是建國了 他會改變現狀 因為改變現狀 所以有一群既得利益者 他就怎麼樣 沒辦法啊 可是我們想說 對每一個台灣人 大家都覺得 什麼叫既得利益者 我聽了沒有 我們爸爸也是說 要吃好身自己好嗎 要吃好身自己好 大家聽懂嗎 意思就是說 你要自己去努力 你才能夠去爭取到 你自己 能夠賴溫飽的 薪水也好 或是我們的三餐 什麼叫做既得利益者 聽不懂啊 台灣人大部分都聽不懂 有一些人聽得懂 我到很大了以後才知道原來 我在很短的時間這邊我們也做過一個前桃園縣財政局的局長 他後來為什麼 處長還是局長 處長是不是 局長 他後來為什麼離職 他受不了一動不住啊 他覺得一個財政一個縣的財政根本就不可能有赤字 你只要好好的花 為什麼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福利 這個有福利再福利再福利 有錢人要送金手禮 重陽節的時候這是我那個 以前我在雲林 沒錢也要送金手禮 我想說沒錢的送金手禮才有道理啊 為什麼有錢人還要再送 好 這個是講到施政的部分 可是我還要再跳過來講 真的有一些人他開工廠 他的地不用錢 他要去借錢 他要倒了 銀行好緊張喔 銀行說你不要再倒 你要不要再借 我都沒辦法還了我怎麼再借 沒關係給你再借 因為你不可以倒 為什麼你不可以倒我可以倒 有的人 他的店是我們的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他的土地可能是我們的十分之一 有的人講一句話說 那我的條件像他一樣每一個人都賺錢啊 每一個人幹嘛變有錢人 所以我們發現 喔原來 有錢跟沒錢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你 你夠不夠勤勞 你夠不夠聰明的問題 台灣人都很聰明啊 勤不勤勞 聽說我們現在已經是全世界 第一名跟第二名在輪替的 什麼東西 全世界公使最長的國家 最長的地方 我們已經很做了啦 你做就做啊 我們已經做到16個小時18個小時 那不然還要再做幾個小時呢 我們為什麼還不夠努力 為什麼人家還說我們不夠努力 可是真的這個社會就是存在有另外一些人 很多的一些人 我們買不起房子可是他們有好幾棟房子啊 為什麼 那我今天不是來 叫大家做社會革命的 我只是說 當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別人告訴我們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時候 各位 我們不要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可是 我們至少靜下來好好的討論 先不要自卑啦 人家說我們是一小撮人我們就是一小撮人 別人說我們是怎麼不對我們就是怎麼不對 別人說我們因為比較笨 因為我們比較野蠻因為我們比較偏激我們就比較偏激 我是覺得靜下來 看看 為什麼 別人說不 他說不有沒有一些原因 好像是已經敲鐘了是不是 我們休息一下我今天給大家一些問題 那那一篇文章呢其實是我的日記 不過 也的確是我想要回答我自己長期來 一個很大的困擾 我從小 爸爸媽媽也好老師也好 到了長大 很多人都會問啊 你想要做什麼 你想要做什麼 你想要什麼 我發現 真的好難回答 可是今天為什麼勇於給大家呢 我發現你們也很難回答 我騙笑 我這樣不相信 你們要講什麼 有人說 我要當國父 我要當總統 我要當老師 我在想我們人生 當我們被問到 我們要做什麼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真的 就看看爸爸 爸 你要我做什麼 不是 就好像在填大學的資源一樣 我們看看 我們的落點在哪裡 然後就問老師 老師你認為我可以做什麼 老師你認為我做什麼比較好 我們那個自己到哪裡去了 一個統治者 他為了讓人民學習 不要有國家 其實國家 在 那個 是亞里斯多德嗎 還是柏拉圖 因為我打錯也是打到沒什麼好 所以 抱歉 其實很多的 哲學家思想家都會講到 小我跟大我 他根本就是 連在一起 社會 就是小我放大 個人 就是社會變小 就是社會變小 根本就是在這個前行之下 我們為了 讓別人告訴我們不可以有一個國家 一直 一直捏捏捏捏捏 壓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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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來 連我們自己 回答我們自己是誰 喜歡什麼 站在哪裡 我也說不出來 我們真的群體已經得了一種病 那 長大以後 我們去看這個社會 我們就更有更深切的提認 那這一些東西 各位說 在保證 大部分 應該是在台灣才有 我想 在一個 真的 從大地 沒有出入的國家 不需要這麼多謊言 如果已經正常在發展的國家 他也不需要有這麼多的壓抑 只有台灣 這一個好像有機會又沒有機會 好像物質已經很發展 但是我們每個人都很憂慮 這個地方 我們到底怎麼辦 那我覺得先把自己的魂魄叫回來 重新再去思考 我是誰 我要什麼 還有 這個國家 他可不可以幫我們做到這些事 其實他可不可以跟他應不應該 那是兩件事 他要先應該啦 他就是應該啦 要不然 做國家要做什麼 那 可不可以 要怎麼做 這可能裡面有政府的問題 有責任的問題 我們就再來喬 我們先講到這邊好不好 先休息 我們先講到這邊 誰情願 came 哪一名 是那我們